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家公司 今天是写下了台股的新记录了 台股单一公司市值最高的记录7.2兆元 是谁破的 就是台积电了 所以透过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了 这是台积电位在竹科的总部一楼的大厅 我们采访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来到这里 但是你知道吗 只要你一进到这个大楼里面 你的手机讯号是完全开始被屏蔽的 只要是有讯号的东西进到这里面 是绝对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 所以不管是你要传LINE 或是你要打电话 都一定要到这一栋大楼的外面去 而且你要进到这个二楼的办公室 你看这是他们在二楼的办公室 这里就是更严密 你还得通过这个门 门进之后 你才能够进到这里面去 所有的包包手机 全部都要先放在柜台 但是他们防止这个泄密 更是基高级 你知道吗 在台积电 一年就有8800件的机密 所以我就换算了一下 这365天 一天就有24件 等于是一天 每一个小时 就有一个机密文件出来 产生在台积电 所以你知道吗 透过我们的图卡 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有一个营业秘密的SOP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们其实员工 每次在工作的时候 都有一些技术的创新 他们是要先登录 注册到上传到一个云端的平台 所以它是不会只储存在公司里头的 而且你上传之后 它这个跟奖金还有联动考核都是一起打的 一年就我刚刚讲的就有8800件的这些机密文件 那要怎么样来防呢 它有两道关卡 第一个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都会印资料 用A4纸来印资料 你知道吗 在台积电里面 它印的这个要印资料的时候 它这个白纸里面居然是参有金属 所以就等于说你印了之后 你想要带出公司 你有看到张忠萌吗 它站着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禁 如果你印了资料 想要吸出公司带回家的话 你通过这个门 就会立刻有声响出来了 所以它是用金属纸张 来防止你列印机密文件的 那另外呢 它甚至呢 如果你员工要离职 你提出了离职 它还要先地毯式的来搜索 你前半年的email 而且你会说 如果我email 我把标题改掉 比如说我改生日快乐 但是我内文有机密文件 可不可以 不行 它还是会发现 因为我说了 它是地毯式的搜索 所以它等于是标题 内文附件图像 所有东西全部都得要先经过 它的检验才可以让你离职 为什么研访的这么滴水不漏呢 就是因为啊 过去实在有太多的经验 都有离职的员工把这些当成筹码 去跟人家谈判 要加薪 要跳槽啦 像过去呢 就有这个工程师啊 他大量列印了这28奈米的文件 甚至啊 也有这周姓工程师 他怎么样 他更夸张 他是阶段式的耶 他一开始跟中国大陆的公司来面试之后 他就秒印了这个16奈米的文件 结果当薪水谈妥了三五百万 谈好了之后 再分阶段 再给你一个20奈米的文件 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因为他们对列印呢 内部是有一个机制 他是会可以知道你列印了什么文件 全部都是可以一一列出来了 但是呢 还不止一般的员工哦 甚至连很高层的员工都要来防止了 还记得这是谁吗 我们帮你调出了这张照片 这是非常珍贵的一张照片啦 这个啊 是在2012年的时候 南科厂动土 在画面当中呢 这就是张周某 旁边这位就是当时的 这个共同营运长蒋上义 他们两个人啊 这样并排而坐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蒋上义蒋霸 他对张周某来讲 真的是爱蒋啦 蒋霸呢 在台积电大家都称他是 好好先生 文笑先生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一个 哇很nice的人啊 但是呢 蒋霸他当时啊 要去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 跑到中心去当读董了 那时候你知道他几天前 才跟张周某报告吗 三天前耶 所以在这关键的72小时里面 张周某是没有办法留下蒋上义的 但是蒋霸呢 他就跟张周某告知了之后 就跑到中心去了 在2019年 今年的时候 他又跑到了武汉红心去任执行者 当时他说了 他绝对不会跟老冬家来竞争 也绝对不会当成伤害台积电 可是就在今年的9月 他们的官网公布了一个消息 现在武汉的红心要做什么呢 他们要做投资了200亿美元 要来做14奈米的生产线 以及7奈米以下的制程 那你一看不得了了 7奈米以下 现在这不就是台积电的重要的制程吗 以下这岂不是跟台积电要来打对台吗 所以台积电为什么对于他们的制程这么的重要呢 就是因为他们花了非常高的费用来研发 你知道吗 光是台积电呢 他一年研发在这个研发费用上面 我们就帮你调出了这资料了 你可以看到2017年他花了799亿元 在研发支出 2018年849亿 而且是年年都在上升的状况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839亿是占了全体制造业 上四贵公司的制造业的多少吗 两成 所以他是花了这么多的心血 这么多的精力还有心血在这个研发上面 人家说研发就是八二法则了 什么叫八二法则呢 你投入了百分之百进去之后 80%是没有结果的 只有20%有可能成为研发结果 所以台积电投入了这么多东西下去 他当然要守住他的这个关键制程 因为这关键制程 就是他站稳脚步的这个关键地位的要素嘛 所以今天呢 就台积电在台股创下了市值的记录 另一方面也创下了股价280元的新高点 就在同一天 今天的早上 台积电针对了对手格罗芳德 提出了高速战 一曲冲破台股单一企业市值最高记录 金元代工厂台积电市值飙迫7.2兆 但就在同一天跟印起来反告对手格罗芳德 侵犯专利 其实这回台积电算是大反击 因为格罗芳德早在8月底 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控告台积电侵害16项专利 且包含台积电客户 苹果、Google、华硕等也都遭列被告 汤浙也中枪 很多时候这些商业诉讼目的并不是要打赢 因为很可能法院就发动所谓的战制令 停止这些产品输出或输入到美国市场 它就可以在这个暂时的状况下 获得最有利的结果 原来格罗芳德主要目的是抢市场 要求美国禁止进口台积电专利生产的产品 不过一看台积电2018年全球专利总数就达3.4万件 这回更要捍卫生育 那如果其中一方胜诉了 假设今天是台积电胜诉了 所有这个革新生产的这些产品 通通不能使用 通通不能生产 那革新可能因此就倒了 而受到苹果心肌拉抬 苹概股也很热 一日台积电股价收280元 上涨2.94% 创下了历史新高 股王大力光则是收在4535元 上涨1.91% 也让台股开高走高 中场收在10,967.65点 大涨了137.97点 东森财经新闻 刘波喜杨昭综合报道